大家好,这里是利福摩尔达版 今天市场出了两条非常有意思的消息 都是关于华为到底要不要造车 在下午1点58分的时候 有消息称说华为计划推出自由品牌的电动汽车 然后几只收益的客户马上就有了反应 北汽南股瞬间拉涨停 长安汽车也是瞬间拉得很高 然后我们的小康股份全天烂板 在这个时候就疯死了 但是不到20分钟 华为就做出了回应 重申不造车 只帮助车企造好车 随后我们的北汽南股就炸了板 长安汽车瞬间回落 估计很多人都被这两条消息整懵逼了 特别是那些持有这些股票的朋友 过程车肯定做得很酸爽 那我们今天就聊一聊华为到底造不造车 对于华为不造车的官方声明 大多数肯定是信以为真的 但如果你真相信华为不会造车的话 那只能说你太天真的 too young too simple N年前华为也是说自己不会做手机 也不会做电视的 而如今华为手机做到了全国第一 华为的智能屏电视开始也进入了千家万户 现在华为说不会造车 你信吗 如果你信啊 那么你既是太天真啊 也是不懂商业逻辑 今天我们就从商业逻辑的角度来谈一下 华为为什么一定会造车 快的话三年左右 慢的话五年内 我们就会在大街上看到华为品牌的智能汽车 或者是华为合资公司的智能汽车 如果五年内我们还看不到华为品牌的智能汽车 那么只能说明华为没有造车能力 也错失了智能汽车的大时代 我们来看一下华为2019年的年报 营收是8588亿 其中消费业务 即手机电脑平板智能穿戴智慧屏的业务 营收达到了4673亿 而运营商业务仅仅只有2967亿 也就是说华为能有今天的地位 能够吊打中心小米这些公司 靠的是它的手机业务 而不是它传统的通信设备业务 如果没有手机终端业务 就没有华为的今天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么简单的商业逻辑映射到智能汽车上 如果华为在智能汽车时代 放弃掉汽车终端业务 那么它如何与特斯拉竞争呢 也许连博士这样的公司它都竞争不过 原因很简单 华为作为中国最牛的高科技公司 它牛逼的技术是什么呢 是ICT的硬件技术 而不是软件技术 放弃掉自己最拿手的硬件技术 而为去汽车厂家做软件技术解决方案 就一定能做大吗 提供技术解决方案的公司又不止华为一家 凭什么他们都要用华为呢 我之前还看到一个很搞笑的观点 大致是说华为自己去造汽车 最多只能做到20%的份额 而华为自己如果不造车的话 可以与所有的汽车厂家合作 可以吃到更多的份额 可以说这个观点是不堪一击的 市场价值是仅仅用市场份额能衡量的吗 我们可以简单的做一个算术提议 假如十年后 中国乘用车年均销量达到4000万辆 我们在2019年 它的销售额已经达到2000多万辆 所以说十年后 4000万辆是比较保守的估计 假如智能汽车的渗透率达到50% 那么每年的销量就有2000万辆 我们均价就按10万元计算的话 每年市场的价值就会达到多少来 会达到2万亿 那么再按20%的市场占有率的话 每年对应的价值就是4000亿元 即使只有10%的占有率的话 也有2000亿 如果华为只是去卖解决方案的话 或者只是卖软件的话 它每年能赚这么多钱吗 简然不可能是吧 与此同时啊 我们要知道 不管是华为的智能驾驶系统也好 还是智能座驾也好 并不是只有华为一家在做 还有其他公司在做 华为的市场份额一定做得很高吗 你说是不是 现在百度也在做智能驾驶 还有很多的科技公司在做 所以这一块的竞争是非常大的 同时你要想想 在智能手机时代 华为之所以能与苹果竞争 原因在于华为拥有数亿的终端用户 它是做到了软硬结合 建议起了华为自己的生态系统 所以它才能与苹果抗衡 而在智能汽车时代 华为假如想与特斯拉竞争的话 甚至与造车新市议竞争的话 或者是与博士竞争的话 也必须软硬通吃 也必须设走整车 拥有自己的汽车终端用户 如果没有自己的用户啊 仅仅作为方案提供商 或者一个卖软件的 那它就没有主导权 更无法掌握未来智能汽车的流量入口 大家都知道 我们现在就是一个流量的时代 你没有流量 你就没有换权 没有换予权 你怎么能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呢 所以说华为造车是必然的 时间上早晚的问题罢了 至于华为为什么现在还不造车啊 原因很简单啊 一是华为现在还没有整车制造的技术 二是华为的智能汽车解决方案 还没达到成熟的状态 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所以市场才会频频地传出 华为与长安汽车 北西南国小康股份 这些公司合作的消息 他们现在也是各取所趋啊 长安等这些企业 需要华为的智能驾驶技术作为支持 华为也需要通过与他们的深度合作 掌握整车制造技术 并完善智能汽车的解决方案 所以说华为造车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也就是说啊 手里有刚刚说那几只票的朋友啊 如果你是价值投资的话 时间周期啊 可以稍微拉长点 大概就会带点超额的收益啊 当然如果你只是短线的投机啊 短期可能还会稍微有点难受啊 毕竟做短线啊 都是一个情绪技术加消息面 公正的结果啊 目前来看还有些因素 还不是很具备啊 但是如果是价值投资的话啊 个人认为只要时间周期拉的长点 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创作不易 希望大家多多的点赞 评论转发支持一下 谢谢大家 再见